继斯瑞发布小体积AF85mm f1.4后,我们得以窥探曙光系列镜头产品的光学设计理念。 官方给出的结构图以及专利就足够说明,光学总长仅仅120mm左右,使用单片附近作为对焦组。 这大致就是曙光大光圈系列做光学设计时的约束。 前者约束长度,确保镜头设计紧凑,后者降低对焦组质量,方便马达驱动。 同样的,35mm f1.4也有类似的设计约束。 时隔一年,斯瑞终于更新了曙光系列。 虽然这两枚曙光镜头的设计很明显都拖不开和SIMA ART的关系, 不过我们还是期待斯瑞能够改善单片对焦结构所带来的设计问题。 曙光35相比SIMA 35DN进一步减重的同时,镜片数增加到16片,这必然会使镜片总重增加。 但斯瑞曙光35把重量降低到500克以下,这是令人意外的。 这说明斯瑞的光机械设计水平确实高超,镜头减重确实是好文明。 本期视频我们将改变以往视频的形式,先聊聊体验,然后再来弹测量值。 在120毫米的光学总长下,曙光35的机械外镜筒几乎使用了全金属,触感冰凉。 镜头正面标注了主要信息,镜头系列,焦距光圈,采用刻槽并上漆。 字体间的比例还可以缩小,这可以增加更多留白。 镜头的右面就是斯瑞,Logo,以及光圈环Click开关。 个人认为Click字样可以缩小字体的大小。 到了左侧,就是镜头最复杂的部分。 光圈线位锁定,AF反斜杠,MF切换开关,以及一枚橡胶材质的FN自定义按钮。 改进意见仪依旧是减小字体大小。 不过,斯瑞对于设计和功能元素的平衡把握还算不错。 镜头的长度大概11厘米,长度大概只有三德利乌龙茶的60%左右。 大概可能和35GM尺寸类似,小尺寸35毫文明。 从镜头的潜欲望去。 斯瑞在罗文平台部分印刷了明文。 可以关注到,最近对焦距离只有0.35米,并没有达到35GM那般0.27米的近射。 从更加侧面的角度观察镜头的潜欲。 你会发现,曙光35潜欲的趋率半径还是挺大。 对于第一枚国产全画幅,AF35毫米,F1.4更让人期待的还是画质表现。 我们拍摄了远摄图片,图片对焦点在建筑物的兔子上。 使用索尼6100万像素的A724A机身拍摄。 在几十上百米外的远摄工况下,镜头性能表现是类似无穷远的。 放大查看焦点处。 斯瑞曙光35的分辨率表现良好,远摄时具有不错的建筑物细节展现。 来到处于同一焦屏面内的左边边缘,建筑物的细节表现会比中心区域要弱些。 但并没有子午虎始分裂所带来的解析力不均匀拉着感。 当然,远摄样片均为F1.4全开,正常拍摄应当收缩光圈以获得更大景深。 随后,我们带着这枚镜头去到国庆的爬州外场拍摄样片。 在此工况下,就是来到最常用的近摄环节了。 分辨率和过渡区将会是需要仔细观察的部分。 曙光35的中心表现出乎我的意料,分辨率表现意外的不错。 能够观察到Sorin头发的毛绒微反差。 在61MP的R4表现确实不错。 只不过,我刚刚提到还需要关注离胶过渡区。 35mmF1.4在2米外的虚化量相比50mmF2或者85自然是吃亏。 虚化量不足的离胶虚化区出现频率更高。 可以观察到曙光35的边缘离轴虚化光斑内部出现的向差的痕迹。 光斑内部带有一圈亮合,且光斑一圈带有淡淡的绿光轴向色差。 当然这是基于6100像素下极限放大观察,如果你相机像素不够高,大可不必担心。 此外,我们还在此镜头工作附近拍摄了人像样片。 模特的人脸大致处于三分线内,靠近中心。 曙光35依旧展现出优秀的分辨率表现。 样图还是使用Retouching四两次磨皮削高频细节后的调色成片。 来到下方边缘,边缘是场焦平面内的画质表现尚可,虽然没有中心那般强大, 不过依旧维持扎实的子午虎矢结像,没有比较明显的拉扯感。 只不过能够观察到柏油露面离胶虚化相差的二线性。 如果你刚刚在观察分辨率的同时,关注虚化背景。 二线性是能够一眼发现的。 模特右侧的背景已经有会差参与的痕迹了,不过还是比较轻微。 在看完多张样片后,暑光35作为一颗轴上分辨率强大的镜头,我自然是期待其有强大的消色差表现。 因此,我寻找到一处地域工况,冲光拍摄金属弓箭。 放大中心查看,暑光35的轴向色差并非完全消除,特别是红紫色的前景轴向色差比较容易观察。 它的虚化背景还是有绿色的轴向色差的。 轴向色差依旧可以观察,并非极端的少,但能够支撑如此强大的中心分辨率。 如果有需要后期软件消除色差,可以等思锐官方后续在L2中添加配置文件。 继续近射到1米。 此时我依旧惊叹于暑光35的表现。 此时接近中心的焦平面依旧还是能够保持极高的解析力表现。 只不过,边缘的表现就开始解析疲软,似乎还有些倍率色差。 此物具下的虚化表现就很明显看出还是有二线性的特征,并非十分平滑舒展的焦外。 当对焦距离来到最近对焦距离,曙光35再次超出了我的意料。 它的中心分辨率衰减了,但还是有个锐利的观感。 当然,锐利颈线中心一旦来到边缘,没有任何分辨率可言。 不过就最近对焦距离而言,只要能够保住中心分辨率就可以。 一般做光射PM给指标也只有Mod下的中心MPF。 样图体验只是根据经验判断素质,量化实测将确认事实。 近摄下,可以使用像素尺寸3.76微米,6100万像素的索尼A724A测量。 所有被测镜头均为全开光圈中心对焦,以1.9米测量放大倍率0.02公况,对于全身人像。 思瑞鼠光35的中心分辨率十分强大,MPF50达到了81.85线对每毫米。 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们也对另外两枚目前热门的35毫米F1.2镜头进行了测量。 其中,试码35毫米F1.2RT2代的测量值基本和曙光35一致。 当然,我们在3月份测量为卓士35Lab就提到,这是A724A的极限,不是镜头的。 80线对仅仅只是大光圈下能测到的值。 不过,这也意味着,这三枚镜头的中心分辨率在此对焦阻态能够满足在现阶段任何一台相机。 数据是抽象的,我们再次结合实拍来建立这种拟合。 在全身人像样图中,放大接近中心区域。 样图依旧是经过Retouching 4的二次磨皮。 在61MP的A724A上就是这样丝毫避现的感觉,毛发细节,帽子的编织排布细节。 这就是80线对空间分辨率的力量。 当然,作为一枚35毫米广角镜头,边缘的分辨率也需要关注。 来到像高17毫米处,对于轨异化的市场的大约78%处。 思维曙光35的子五弧石贴合得非常好,在分辨率上十分接近,MPF50大约是在53线对每毫米左右。 这是什么概念呢? 对于一些像素比较少,像素尺寸比较大的机器,他们测量MPF的量程大约就是这么多。 如果你尝试和维卓式35Lab做比较,思维曙光35的分辨率就会稍落下风,不过也是非常接近。 进一步进射到1米,放大倍率来到0.06,对应上半身的数构图。 在此物下,思维曙光35的中心分辨率有所降低,但MPF50还是高达76.53线对每毫米,依旧是能够带来锐利的观感。 边缘17毫米市场出的分辨率就跌了不少,毕竟是单片对焦的对焦组设计。 这个结构就觉得,进射离轴相差会很糟糕。 其子五弧矢的MPF50降低到43.5和40.6线对每毫米左右,压着2400万全画幅相机的极格线。 我们也顺便测量了维卓式35Lab在此对焦阻态的中心和边缘MPF。 采用双浮动对焦的35Lab确实在进射时能够补偿相差有不错的边缘分辨率表现。 虽然中心不及曙光35,但胜在平坦。 虽然,斯瑞曙光35在分辨率着实有亮眼的表现。 不过我还是有不满意的点,来自像插残留对虚化的影响。 在实拍的离焦过渡区中,斯瑞曙光35的过渡区还是有些不雅。 不过呢,话又说回来。 作为一支具有适码35毫米F1.4DNRT影子的镜头, 斯瑞在单片对焦的魔咒下已经提交了一份不错的答卷了。 为什么我对单片对焦有此执念呢? 当然是来自最近我在做的55毫米F1.8APSC镜头设计时的感悟。 没有飞球面控制的单片对焦的确球差和轴外向差在进射阻态难以消除。 斯瑞曙光35的表现的确令人惊喜。 斯瑞镜头顾名思义镜头要锐利。 曙光35在分辨率上的确令人满意。 强大的中心分辨率表现,足够贴合的子舞和虎矢分辨率。 在分辨率上,除了比较近的近射的边缘分辨率可以进一步修正向差增加分辨率外, 这枚镜头的分辨率足够强大。 更大的问题还是来自残留向差对于离胶虚化的影响。 还有就是单片对焦的设计了。 当然,最让我惊讶的还是斯瑞的光学机械设计。 这枚镜头的重量仅仅490克左右。 曙光系列已有的两枚镜头均为单片对焦, 未来的曙光镜头也不难推测。 那么未来例如曙光50或者什么镜头, 我们希望斯瑞能够解决单片对焦设计的近射缺陷, 并且能够保持轻量化和良好的画质表现。